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新少年 很多網友會私訊我們 關於他們公司內部裡面 所發生的公安意外跟事件 但是礙於當事人呢 跟許多公司裡面的內部機密呢 所以我們都不太方便能夠公開 不過呢 我們身為台灣界的風氣鼓掌 我們決定呢 在大家睡覺前 來跟大家說說台灣史上發生的 重大公安意外 很多人留言告訴我們說 你們敢拍前頓機 卻不敢講 前頓機所造成的潛水膚病 現在我就來跟你 在當時呢 台灣第一樁經由勞動部 也就是當時的勞委會 正式鑑定為群聚職業病的 台北潛水膚症職業病 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明明前頓機裡面又沒有要潛水 但他為什麼會得到潛水膚病呢 潛水膚病呢 這個時候其實你可以用一個 叫波異爾定律的方式去參考他 如果你不懂波異爾定律 你也從來沒有潛水過 那其實你可以把你想像成 你是在可樂品裡面的 氣體 大家有沒有發現在喝可樂 當它打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呢 它裡面的氣泡 一開始是很小顆 當它到越來越上面越來越上面的時候 會越來越大顆 為什麼會這麼大顆呢 因為壓力越小 所以它的體積會越來越大 而在地底下工作的時候呢 就是氮氣呢 它會融入到工人裡面的身體裡 當它一回到地面上的時候呢 因為地底下有加壓 然後地面上就是一般的大氣壓力 它的身體裡面呢 就像是快速打開可樂品裡面的二氧化蛋 在這快速的減壓過程當中呢 身體裡面的氮氣就大量的衝出來 而這個時候就造成了減壓症 所以現在呢 當你在搭台北捷運 經過薑紙淬戰的二號出口的時候 你會看到旁邊有一個黑色的石碑 而這個石碑呢 它就是在紀念著 1995年新電線CH221標 以及板南線的262標工程 它裡面的工人 因為不當的氣壓作業呢 而導致了集體的潛水膚病 而這個潛水膚病呢 第一個因為在法院上的判定很難判定 第二個就是它每個人的危害的程度又不太一樣 所以 至今許多人有一些私下和解了 那有一些到現在依然訴送中 然後有一些沒有錢打官司 總而言之這個算是一個 公安史上的一個黑暗面 所以在當時呢 其實有許多從來沒有潛水 而且也從來不會游泳的人呢 卻得了潛水膚病 那至今痛苦到現在 曾經參與過這項工程 在網路上有一名叫阿丁的人呢 然後他在上面是這麼說的 那種痛就像一萬根針同時在刺 整隻腳酸麻到半顆磚頭的高度 我都跨不過去 出不了家門 吃了止痛藥 晚上還是無法入睡 因為周邊的肌肉常年萎縮無力 所以中年至今 無法能夠直直的站立 這個呢就是阿丁他這20年來的生活樣貌 那為什麼要拍攝這一系列的公安意外呢 其實呢因為我們超認真少年裡面呢 有一個很大的基礎繁衛的社團 而社員呢他都會私訊我們 或者是在公開在裡面說 就是他們公司裡面發生了一些 內部的工業紙災跟災害還有意外 但是呢礙於其實許多工業的機密 所以都在這個圈子裡面呢 大家謙謙的知道就好 也不太方便公開也怕害到了當事人 所以當你發生了公安意外 或者是發生了糾紛的時候怎麼辦呢 就歡迎你加入我們超認真少年的會員 這個系列呢也是因為超認真少年的會員 我們的乾爹乾媽的分數已經越來越多了 也因為這些乾爹乾媽們的支持呢 所以我們會有更多的多餘經費 然後能夠製作一些這些 簡短的影片跟小故事 然後不定期的播出 我們回頭去看這些公安意外呢 其實並不是要檢討當事人或檢討受害者 也不是要檢討資方 也不是要檢討老闆 也不是要檢討當時的監照人 其實做這個系列的一切一切呢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認識災害 跟避免下一次災害的再次發生 因為我們常常在工地裡面 會有不同的工種人聚集在一起嘛 吊車的人他懂吊車 木工的人懂木工 但是吊車的人跟木工的人 他如果今天在同一個場域 一起工作的時候 木工這個人他並不會發現 原來吊車在做這件事情 是非常危險的 而當下不能提醒他 或是當下能夠去提醒周邊的人 必須要注意安全 那既然我們常常到不同的工地現場 跟不同的工種配合 所以我們覺得更能夠 去拍攝一些各個工業裡面 所發生的公安意外 讓不同的公同彼此知道 如何去避免災害跟互相提醒 改良互助互相合作 而我們超認真的觀眾呢 假設有一天你真的 真的非常不幸的發生公安意外 而當下也不知道怎麼辦 或者是時候需要一些法律諮詢 甚至是一些需要 社會服務的幫忙 那如果你不知道任何管道的話 你都可以寫信到超認真少年來 讓我們來協助你 而許多訴訟呢 他一跑就跑了20年 我們很難都像前段超人的 蓋牙一樣 一站就站了20年 Wait a minute 他不是蓋牙他是地拿 蓋牙現在在另外一台 蓋牙蓋牌 三好的人可以現在找你 三好的人可以找你 喝喝專袋啊 那我們最後結束前正式服務的口號 遠離之災 地拿奧特曼 排骨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最後呢 我想要用一種 切換另外一個角度跟身份的方式 來看待公安事件 小弟呢 在工程業界也已經十多年了 曾經擔任過標案的那間公司 也擔任過承包商 也擔任過承包商裡面的小包的小包商 也曾經擔任過小包商裡面的小工人 之後呢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來拍一集 教大家怎麼樣去做標案工程 他的流程跟他的順序 還要注意什麼事情 不過呢話說回來 政府的工業工程裡面呢 在我的經驗裡面是最機車的 他的規範非常的多 他的手續非常的複雜 通常你做一個標案工程 他的一本的說明書裡面 至少要這麼厚 多得這麼厚 還有看過這麼厚的 尤其是在公共安全跟工業安全裡面 通常他們都會找了很多的 專家學者顧問 然後去評斷說這個東西的條件 應該怎麼做 不管是土木計師 還是有沒有健康危害 還是有沒有這個工程當中 會發生重大的公安意外 通常都會需要很多PDCOG學者 因為政府最怕什麼 最怕出事 那話說回來 那為什麼在很多公共工程 又會發生很多公安意外呢 因為你要看中間的承包商 他到底有沒有按照上面的標案公司 去按照他的規定跟規則 去實行所有的工業安全的項目 而這個承包商 他有沒有好好的交代給下面的小包商 或者是給下面的小工人 小員工 跟大家分享一個 澄清在我們業界裡面 一個很奇葩的故事 有一個師傅呢 早上喝台啤 中午喝高粱 晚上微視鏡 長期下來呢 他的肝功能 基本上已經呈現肝硬化的狀態 然後呢 他有一次他就告了一個承包商 跟他說 我會肝硬化 都是因為 我長期在你這間公司焊接 你的通風條件不良 你沒有給我安全面照 或者是呢 他就直接告那個承包商說 因為我上一個案子 跟你在做 或是上面在做哪一個 什麼奇葩的東西的時候 它裡面的一個氣體 然後讓我導致肝硬化 但是這個東西 他很難從醫學上去真正的數據說 你的肝硬化 80%是來自於你喝酒 20%是來自於做這件事 或者是 你99%根本就是你喝酒 1% 只是因為當時你的焊接器材裡面 有化學物質 造成你心淵熱 而導致了一些醫療的問題 所以呢 如果今天你切開回到以脂肪的立場 他會想說 好 我又不知道你到底每天喝多少酒 怎麼可能因為我做了一個這件事情 就導致你全身50年來的身體還料料 所以呢今天如果你換到另外一個角度 再去看待同一件事情的時候 到底很多身體疾病的壞事 他是不是因為 沒有按照工程的規範 必須要做哪一些的處置 或者是配備哪一些安全設備 而導致的身體問題 還是是因為長期酗酒 預約作息不良 偶爾打一些快樂的藥物 然後導致他的身體的狀況不良 這個無法在醫學上去做任何的判定 但是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通常 越大型的公共工程 他在裡面要規定的安全事項裡面 其實就是非常的繁複 非常的細緻 但是 在我們以前 甚至在我 在剛出道業界工作的時候 你只是過來接個管線 搭個音架 去做一些很簡單的工作 你並不會去閱讀他一個這麼一本 這麼厚的 標案工程裡面的安全規範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只能夠期待你的承包商 他到底有沒有告訴你 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或者是簡單說 哪些事情你不能做 但是承包商只要沒跟你講 基本上 我們越下游的勞工朋友們 就越不可能會知道 所以為什麼 我們要拍攝影片 去普及工業知識 跟讓大家了解所有的工業安全 跟職業災害呢 其實目的就是為了 去了解更多的知識 跟了解更多的條款 還有更了解更多的規章 你會更清楚知道 該如何保護自己 而且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工法改良 其實光是從捷運挖隧道的這件事情 他們現在也已經不使用了加氣工法 除了有更多的設備 跟更好的設施 可以改良這工法之外呢 也因為他們想要杜絕很多承包商 並沒有好好的乖乖告訴每個員工 要在一定的時間乖乖待在檢壓廠裡面好好的檢壓 而這家的工法到現在還有我們國家在做呢 還是有的 而台灣其實其他的工程 他也還在進行這樣的工法 所以重點就是 如果今天你的身邊家人朋友 或者是你身邊 會遇去碰到類似這樣子的工程 記得一定要去做好什麼樣的防護措施 說了這麼多 其實我們這個頻道呢 終究是希望大家能夠站在不一樣的立場 了解不一樣的工業工程 並且有一個獨立思考 自我判斷的想法 這一切的目的呢 其實都是為了要保護好你自己 而不是人云亦云 當你選擇立場 就不會有正確的想法 總而言之呢 所有世界大型的公安意外呢 他終究不是為了檢討受害者 或者是檢討執行者 而是要藉由每一次的事件呢 讓大家去知道如何去避免到危險 並且是讓自己好好的工作 保護好你自己 就是保護好你全家人 這也是超人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託 以一個社工的立場 這應該比較像是什麼 就是他就是 傷害造成對他的最大的人 對啊對啊 他還是 就是所有的人還是要盡全力的 就是讓他能夠 重新綁回這個社會 對啊沒錯啊 就是當受傷最嚴重的那個人 他一定終究會用很多社會資源 跟用很多資方 或者是政府單位的 方式去 彌補嘛 所以他就會有工會嘛 然後所以就會有 法服救濟嘛 然後跟一些 當時承攬的 承包商的資方 要去負責的事情 總歸源頭喔 沒有人想要看到有傷害 但是傷害既然發生了 那怎麼辦 就是最大誠意去彌補嘛 大家一起 來吧 就是社會資源嘛 不然就是 當時 有聯繫的工部門嘛 所以你看 那個 如果你要用捷運那個 看那件事情的話 下面線也是啦 你當然很難去回溯 到底當時他到底是不是乖乖減壓 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他因為自己健康 還是因為他就真的因為這個工法 受傷了 那 無論如何捷運 當局他們 現在也是一直在 要嘛補償補償嘛 要嘛 能夠怎麼樣去處理 坦白說我覺得沒有一個人好過啦 那不然怎麼辦 不然拍影片幹嘛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發聲嘛 你知道最原版的 潛淡潮人是這樣子 駝背的這樣子 前傾的 每一個人的那個不太一樣 我們最後胡口號 遠離直在 Dina Outerman 就周切倫 周切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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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